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倩平 欢迎收看新台湾加油 好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距离投票只剩下三个星期了 好 昨天耶旦夜有寒流来 但是呢 三组总统候选人大家都拼了 今天耶旦节 星期天 同样大家全台跑透透 好 在这个最后的关头 制胜的关键究竟在哪里呢 蓝绿现在都认为说一定要先巩固自己的票仓 然后再对外来发展 蓝银现在是说北部一定要拼到赢60万 蓝银也说南部至少要赢70万 这样子才有胜算 好 选战到最后关头 到底什么才是选民投下一票的最大动力呢 哪一组可以给人民感动的力量呢 好 今天新台湾加油 同样三个小时的时间 跟您解读目前选战的最新战况 我们会随时插播目前候选人拼场的同步画面 给您随时掌握 也欢迎观众朋友您打电话进来 表达您的看法 好 我们先介绍今天的几位来宾 第一位是前清兵党立委陈振胜 委员好 大家好 民进党发言人林俊宪 发言人好 清兵党好 大家好 高雄市议员连立坚 议员好 前民进党立委庄寿翰 委员好 清兵好 大家好 马屋总部发言人林一华 委员好 清兵好 大家好 好 稍后前民进党台中县党部的主委郭俊明 也会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一起讨论 好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三组候选人 大家的行程到底如何 我们先看看绿的部分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他今天一大早的时候是出席了学术界的盛会 跟这个学者们搭一起畅谈 除了提倡飞和家园跟农业科技化之外 他也透露说其实他小时候的心愿是什么呢 是要当中研院的院士 而对于选战幕僚传出 民进党目标在南部胜出70万票 他也强调说对于团队 还有对于选战 应该是自有盘算的 我们来看看 从蔡英文手上接过授旗 学术界包括中研院院士 台大医学教授 和台湾教授协会代表 各个排排站力挺蔡英文 管让小英一开口 就回忆起小时候家人对他的情绪 可以告诉我一个正当的工作就是到大学去教授 所以我就到大学去教授 我的心愿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跟大家同样 有一些可以做中研院院士 秘密集讲开选前座谈 蔡英文在学术界代表前提倡飞和家园和农业科技化的政见 是不是真的要在南部开出领先70万票的红盘 蔡英文信心满满 我们有自己的股票了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稳扎稳打 我们觉得我们有胜算 最后一场大使扣员会落幕 26号开始 蔡英文就要展开全国车队大造势 选前抢票转动员 在新闻球场王燕军 SNG小组开场报道 蔡英文跟学者座谈 而马英九总统呢 今天上午则是连续赶了两场宗教的行程 先到了天台山道场祈福参拜 接着到了佛光山出席佛陀纪念馆的落成典礼 这都是一些宗教的行程 但是会场呢 还是可以闻得出浓浓的政治味 我们也来看看 总统马英九一到会场 立刻蹲下汉星云法师示意 上午高雄佛光山 举办佛陀纪念馆落成典礼 总统马英九上台致辞时 还将治国理念和宗教扯上关系 我期盼 在我们大师跟百万佛光会信徒的努力之下 台湾朝这个方向迈进 跟我治国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包括前高雄县长杨秋心 及中选会主委张伯雅都出席参加 宗教场合也秀出政治意味 南营大佬吴伯雄以信徒总代表身份 上台致辞时 也不忘宣扬马总统政绩 目前全世界给我们免签证 自由旅行的已经有124个国家 美国可能是下一个 选战倒数政治人物出席宗教场合 来到客家乡桃园平镇 宋厨于朗诵客家诗词拉近和商亲的距离 与宋市中卿座谈再提过去老省长政绩 强调自己最照顾客家人 唯一的一个候选人 去过每一个我们客家的乡亲 宋厨于做省长之后 所有客家乡的自来属 帮大家去接好 宋市中卿会现场不仅只有宋家人 立委参选人也忙到场拉票 之前因抗议党内初选提名不公 而退出国民党参选的刘邦选 也站出来力挺宋楚瑜 我们是对国民党坦白讲 是有一些的很大的失望 我们只能这样说 民主的真谛应该是选权于能 有前国民党议员力挺 让宋楚瑜如虎天意 宋楚瑜也不忘向国民党立委候选人 吕玉玲伸出友谊的手 宋楚瑜猛娃来您抢脚 在桃园走透透要抢攻客家选票 三丁新闻众和报道 好 倒数二十天了 真的很快 那我们也来看看 现在马蔡宋的最新民调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好 我们看到这是自由时报的 那么马英九呢是百分之三十五点七七 对上蔡英文百分之三十五点零五 还有宋楚瑜则是百分之九点七零 那么这是十二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 调查以全国住宅电话为母体 座委数两位随机抽样 访问一千两百五十八位成年的民众 那么抽样的误差是正负二点七六个百分点之内 好 这是自由时报在二十三号所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民调 好 最后三个星期倒数了二十天 这当然也是开始催票还要雇票的一个关键时间 那么小英呢在昨天也展开了三十六场 凯旋门全台大造势 蓝绿菊都在寒流当中拼选票 好 我们也来看看 现在到底制胜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今天在报纸上呢有几篇文章 我也念给大家听一下 这是蓝营跟绿营他们做的一个评估 好 制胜关键蓝拼北营六十万 绿球南胜七十万 好 它里面内容就讲说在倒数三州 蓝绿两军分别展开 最后的催票跟雇票 双方辅选要角的战略思维不谋而合都一样 就是先力求巩固优势的区域 然后再伺机向外发展 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主委金恩庆就评估说 马英九想要顺利连任的话呢 至少要在北北逃 赢蔡英文六十万票优势才能够过关 而民进党副秘书长洪耀福则是认为 蔡英文在云林以南绝对有大胜对手七十万的实力 如果南部赢不到这个数字的话 民进党的选情就危险了 好 那么国民党这边金恩庆是说 目前双英的选情差距真的很小 马英九总统上次在北北逃大赢一百二十万哦 但是这一次可能会少一半 其中将以新北市失血最多 上一次总统大选 马英九在南部的县市当中 屏东是打屏的 高雄县市也是算平 那么只输在台南县 算起来南部县市只输了七万多票 但是这一次哦 每一个县市都可能会输十几万票 而至于中部地区 金恩庆就说 上一次马英九在台中县市赢二十几万票 但胡志强五都大选却只赢了三万票 南投彰化得票会比上次少十二万 只能够小赢六万票 选情如此的紧绷 马英九一票都不能少 蓝军绝对没有分裂的本钱 他将呼吁所有的党员全力投票给马英九 洪耀福民进党这边则是说 这次大选双英在中张头可能打成平手 因此呢 蓝绿两军在南北各自优势地区得票 将会决定选战的结果 差距可能在十万票之内 根据2004年的经验 民进党在云林以南 绝对有赢七十万票的实力 也就是说现在呢 制胜的关键在什么 就是说大家要顾好自己原本的票仓 蓝营现在是希望说 在北北桃这边要赢蔡英文六十万 好 先来看看这个蓝营的部分 有办法可以过关呢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个马屋的发言人 我们先请教议员 你觉得呢 现在在这个北北桃 有没有办法可以赢蔡六十万 然后呢上一次北部这边马总统 他是大赢一百二十万哦 但现在连六十万哦 我们看到这个黄复兴党部都觉得说 有点怕怕的都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过这个关 我这部分有补充一下 但是因为金恩庆将军 他是我们黄复兴的主委哦 对 但事实上组织的部分 我们有其他的部门在负责 所以想昨天他的表达应该是比较是他个人上的一个看法 而且不是一个正式的宣布 应该就是直接在一个那个将军的场合里面 那可能把他的一些观察做一点描述啊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只能说我们当然也要尊重 因为每个人其实来在选担中都可以发表他的看法 由于他们是我们黄复兴的主委 但是我必须说的是 对选举最后来讲啦 其实哪边都是 当然都是重点啦 不可能说 北部是特末的重点 或是国民党的重点 南部对我们来说我们困难 所以好像我们就花力气比较少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尤其呢 事实上这次在南部 我们当然会预估不会有四年前那个状况 但我们现在其实都要朝向那个目标在前进嘛 因为马总统这三年多来的执政 事实上马总统的执政 跟民进党过去变得比较不一样的所在是说 你知道民进党在之前的时候 如果说台北市来说好了 台北市需要钱 他可能会给台北市 因为他会觉得说我们不同党执政 但是呢 反而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 对于南部很多县市 不管是政策上该给的钱的部分 他反而给的比以前陈一扁执政的时候都还要多 所以我们觉得在艰困选区的部分 我们还是有很有我们努力的空间 所以每个县市都是我们的决战点 那北北桃的话你们有没有顾一下 现在目前大概可以赢多少票 我觉得这个部分抱歉 我想我们也很难但是我相信已经就我们金主委说的部分 我们其实在北部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信心 但是不只赢60万 我们都说每个选举都很重要 每个县市都很重要 所以我们会设下我们的目标 但是这个部分我想说我们是由各县市来努力 我们这段时间就是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 那那个部分我想是一个很低的标准 对我们来讲 我们希望在北北桃的部分 我想经过更多的一个最近上很多我们作为上的说明 我们相信对我们北北桃来讲 不可否认新北市 因为蔡英文在那边选过市长 所以呢跟四年前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落差 但其他部分的话我们相信呢 我们在经过这段时间努力 绝对是有 我会比这个来的要来的更乐观一点 好所以议员是认为说应该是更乐观啦 当然这是国民党黄复金党部主委金恩庆 他自己评估的 那么他也讲到就是说上一次马总统在北部这边 是大赢120万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就他的评估来讲的话 他希望至少在北北桃这个部分可以赢60万 也就是说现在连60万喔 有很多人可能也还蛮悲观的觉得说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达成 好这样子说的话 真的是蛮难看的 因为上次呢 马总统是大赢120万 好来 那提出这一点看法的是金恩庆将军嘛 那就算不是掌管马吴的组织的人 但至少也是一位重要的辅选干部 其实基本上呢 这蛮符合一般所谓的民众的心理 大概大家都同意了 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选战 这个差距非常的小 你说上一次可以在北台湾大赢120万的 的马英九 你看这次大家对他的期待就少了一半 都还不知道能不能够达到这一半 就只有剩下60万 那上一次在南台湾 我们以南部来讲 说云林以南 过去大家都认为那是绿色的地盘 其实不是 2004年程水扁大赢75万没有错 可是到马英九的时候呢 马英九只输7万 对 整个距离几乎很拉近 几乎是达7万 而且在南部的都会区 高雄市马英九是赢的 台南市马英九也赢的 所以说照理讲 马英九应该要想 为什么这一次他会选得这么辛苦 他全部都大赢的区块 你看这一次呢 大家的评估完全相反 民进党非常有信心 在南部可以再赢到70万 甚至于说在中部啊 我们也说已经打平了 那过去如果民进党说 我在中部打平了 甚至可以赢的话 可能人家会认为 你夸大了 或者是个笑话 那这一次大家都蛮同意 这样的一个估算 甚至于民进党认为 决战区还要再往北 你跑到了新竹苗栗的客家庄 这次我们喊出了45%的一个目标值 是 参应是客家的女儿 然后这一次也得到客家相亲 过去我们在地方经营啊 造势啊 几乎都没有出现过的那样场面 这次也出现了 到了桃园的时候呢 蔡英文主席前几天甚至于喊说 桃园看能不能拼一半 可以说 就是一种信心的一种表达 那再往北就到了新北市了 我觉得这次新北市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域 那这次我们在那边呢 因为我们地方上的立委 这打得都非常的出色 就是专委员看